海巡人員和市府官員到場 拍照搜證 兩名吊客 才慢慢開始收東西 期間甚至一度想要強行離開 不過馬上就被制止 因為這裡可是海洋暴雨區 海巡署立刻通報警方來抓人 沒想到兩名男子 竟然還宣稱自己很無辜 但是主管機關 仍然當場開出3萬元罰單 其實管理單位早在第一時間 就發現他們便上前制止勸導 但這兩名違法吊客根本不理會 連海巡人員都不甩 最後只好把他們通通請回警局 兩人才知道事態嚴重 保育區有一次的開發的紀錄 在他的冰箱裡面 是有發現兩種知識斑魚 那他是說不是在這邊吊的 原來這裡是基隆望海巷 著名的朝靖公園 從今年5月中旬開始 就宣布為海洋保育區 而且現場不只有明顯的告示牌 也有柔性勸導 但兩人還是不聽勸 堅持要釣魚 海巡人員發現兩條活魚 最正確鑿 就算兩人苦苦哀求遠景 說自己一個月才賺兩三萬塊 根本繳不起罰款 但仍然要面對最高額的罰金 而基隆師傅也呼籲 朝靖公園從8月1號開始正式開罰 請釣客不要心存僥幸 記者朱定榮 羅湘 基隆報導